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神祖新聞報道 今天是5月26日星期五 也是佛誕節假期 相信各位觀眾也有公眾假期 可以休息一下 慢慢睡久才聽新聞還未遲 現在氣溫超級熱 28 度 外面是多雲間不中天晴 覆蓋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氣旋正在逐漸增強 另外趙雨正在影響廣東沿岸的海域 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大致多雲 有一兩陣趙雨 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 最高氣溫大約31度 吹和緩的冬至東南風 天文台展望未來一兩天天氣炎熱 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 局部地區有趙雨 下星期初至中期都是日間酷熱 今天佛誕節 一定會有不少人去看飄飾和搶包山 不過老實說 這麼熱 你不要說什麼 在家沒有開冷氣 我都覺得辛苦 所以你還要去到那些地方 工作人員每個大漢砸小漢 然後看人又辛苦又迫 雖然我知道疫情開始後 其實這些是很值得去的 但老實說 太熱了 我自己受不了 甚至今日和明天 都有朋友約我去玩 但我還是覺得太熱了 所以我什麼都取消了 因為現在我是覺得 第一 熱到沒有吃肉 然後所有的興趣都沒有了 真的寧願每天盡快處理好 早點休息就算了 好了 跟大家看看新聞 在昨天晚上 元朗發生了雙人案 在晚上九點的時候 警方接獲圖人報案 就說 有四到五名非華裔男子 在西域街街頭 持刀斬傷了一個年約四十歲的男子 刀手 其後登上一輛接應車途走 男事主受傷倒地 警員接報 接著救護員把他治理 然後送完 地上遺留了一大灘血跡 警方正在調查事件 並追緝四至五名疑兇 現場消息指 傷者姓李 三十四歲 事發時 在元朗西域街十八號對開 懷疑被四名男子用刀襲擊 襲擊後 原來這個男子 他本身都是黑底 被斬的人 自己都有傷人案底 以及走私的案底 這些很典型的黑黑黑 不知為何 往往 19年前 沒有那麼多斬人事件 19年後 不知為何 每三天一宗 每幾天一宗 有時 不知為何 香港的治安 變得特別恐怖 就算鄧炳強出來說 點點點也好 但有時 這些事實新聞 有便有 不要理會數據 點點點那些 因為數據 你願意鋪排的話 喜歡怎樣砌 但事實上 現在真的見到 很多斬人案 下一宗新聞 這宗新聞 可以說是照顧者的悲過 屯門在昨天 有一個六十歲的男子 打算在家 傷害一個患病的三十九歲女兒 結果他失敗後 就去到家樓下的會所 找些東西吊起自己 最後 父親就離開了 這段悲劇 也揭發了一段照顧者的悲過 消息指 案中的女兒 由出生起患上腦病 多年來 父母便棉乾碎濕去照顧他 但奈何歲月催人 女兒亦逐漸長大 雙親亦逐漸老去 身體狀況大不如前 這個父母便覺得 自己身體虛弱 擔心沒有人照顧到他 所以便打算去做這些事 在昨天千鈞一發之際 太太在洗澡期間 聽到慘叫聲 雖然阻止到丈夫 去做一件事 去傷害女兒 但是 就阻止不到 丈夫 走上條不歸路 最後 就留下了一段字條 就吩咐自己 要堅強活下去 其實這些案件 我以前也有留意過 總之 就是 頭二十幾年 那對父母還是年輕力壯 都還可以照顧 但是 一旦去到父母 去到六十幾七十歲的時候 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這個社會 又不會幫你照顧女兒 即是 既然 你們都有能力照顧到她 二十幾年 即是不用我們社會幫 所以 就真的不要說 因為自己暫時 家境還可以 就什麼都自己 吞下頭 拒絕向外界求助 即是 我會覺得 無論怎樣也好 很多人都騙中緩 你自己真的有個女兒 要照顧 應該盡可能 合理地去拿走 一些自己能夠擁有 去用的醫療資源 去用一些社會資源 幫忙去照顧自己的女兒 總之 這些就慘了 即是你想想 女兒四十歲 正常就應該成家立室 好命的都已經做人媽媽 婆婆 那些 但是現在就搞成這樣 下一單新聞 在昨天尖東海旁 有人跳海 警方在晚上八點 就接獲保安員報案 就說 有一名的內地女子 和一名內地男子 就墮海 圖形現狀 馬上向兩個人 丟進救生圈 消防員接報到場 將兩名年約三十歲的事主 救上岸 兩個人清醒 女事主由救護車送往 伊麗莎白醫院治理 現場消息指 兩個人是情侶關係 他們從鄭州來港旅遊 抵說後 由於男事主經常玩手機 所以引發爭吵 在昨天晚上 在尖東海旁散步 兩個人 再次因為玩手機問題 而爭吵 然後就生氣 跳海 然後男朋友見到後 都馬上跳到海 進行營救 即是這樣說 有時候 那些人三十歲都大不後 除非你說你賺錢 現在股市正在開 真的每秒幾千元上落 我就明白 但是去到夜晚 還要去到旅行 我相信就真的沒有那麼多東西玩 還有 我真心覺得 如果你人生是有價值的話 你真的沒有那麼多時間玩手機遊戲 我以前也有玩 但現在 我不是完全抽不到時間玩 但我已經會覺得 我將時間和精力放進一個 沒有任何回報 沒有任何成果的東西上 簡直是浪費人生 所以其實除了工作來說 我也不知道手機究竟有什麼好玩 即是手機基本上就是用來做事 和處理 即是它是一個副款工具 就是這樣 還有就是用來學習 所以你說那些什麼娛樂 通常娛樂的話 就是安安靜靜坐在這裡 用電腦 手機雖然是更新 但又不會說 整天都要拿出來看 好了 下一則新聞 一個便衣警察 去到酒吧做臥底的時候 就被中學同學認出 酒吧裏面的人 包括職員和顧客 隨即群起而包圍這個警員 並且禁錮超過40分鐘 期間 這個臥底警員 就不單止被拳打腳踢 更加有人提議就是 要他體驗一下被搜身的滋味 將他剝光珠交出財物之後 亦都是看他的手機內容 最後 酒吧負責人 就要警員答應沒有來過 才獲得放行 警察隨後去驗傷 發現有一條辣骨骨折 曾經有份施襲的六個人 就在昨天 在區域法院那裡 承認非法禁錮和傷人罪 案件就將會押後 去到下星期三進行判刑 其實都瘋了 你警察都夠膽搞 這些 不是說我現在口頭上答應你 我沒來過 我看不到就當沒事了 事後就馬上叫整隊人過來捉人 完全笨蛋 你認到你有中學同學在做臥底 你懂得爬的就自己走 遠離是非之地就搞定 你反而應該要沾沾自喜 覺得幸運就是 幸運我認到有臥底 我提早離開 你最多就私下通知其他人 你這麼高調和警察鬥 你怎麼會鬥得贏 沒可能的 下一則新聞 在日本中部長野縣的中野市 在5月25日下午 發生了有人握著槍 周圍傷人的事 疑犯就躲進文宅 與警方對峙幾個小時 最終在今天凌晨落網 事件當中 有四個人上山 當中包括兩名警員 另外兩人獲救 根據日本放送協會NHK的報導 一名女子在昨天晚上8點半左右 從一個住宅當中逃出 並且獲得警方保護 之後她就說 對峙的男子其實是自己的兒子 究竟是因為什麼原因 而搞到大開殺戒 這些暫時還未知 下一則新聞 一個巴基斯坦瑞的男子 之前就在天橋 跟一個14歲的華裔少女相遇之後 隨即騎著別人 去大廈的後樓梯 最後 這個24歲的巴基斯坦瑞男子 當然被告 然後 案件就在今天在高等法院開審 然後她就說 什麼式朋友 不是說一式就咀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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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就被捕了咀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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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咀� 尼村石寧樓一個單位多次被人用氣槍射入屋 住戶在昨天把閉路電視片段放上網 見到一名少年向窗口開了幾槍後逃走 又指已經就這件事報警及通知房屋處 區議員也了解這件事 這個住戶已是第三次被人用氣槍滋擾 滋擾的狀況已經維持了一兩個星期 不單止一名少年 相信一群少年將BB彈射入單位 自己亦曾經被射中 希望警方能夠徹查事件 以免助長歪風 這些其實就要捉 當然不是說要趕別人離開 不過以後不要再做這些事 你想想你又是給那麼多錢住在這裏 我又是給那麼多錢住在這裏 為什麼我家裏要變成你遊樂場 要這樣每天給你開槍射呢 有完片了 希望警方可以做一下事 如果父母不願意教 這些人抓去藍童所 讓外面的警察和警察教好他們 下一則新聞 昨天說了 國泰公會出來亂說話 還在說家人工 最後國泰馬上發聲明 公會並不代表公司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太容易被公會的言論擊倒 我相信到今天 希望這件事可以結束 因為明顯看到這件事不會有結果 你繼續磨下去 其實就會徒然去產生一些社會的負面情緒和負能量 而且這件事已經開始變了質 已經開始有很多人在想 如何利用這件事來賺錢 希望這些烏尼媽差的事盡早完結 雖然不完結對我有好處 如果不完結的話 我起碼每天有一條片 我知道拍什麼 但我自己都覺得 這樣吃著這些負能量不太好 畢竟我不是猴子 錢是想要 但不想要得這麼低 下一則新聞 醫管局最新一期的藥物安全期刊 當中提到兩宗派錯新冠病藥的個案 有一個神功能不完全的人入院 本來獲得處方給一些較低劑量的新冠口服藥 但醫院給了一個正常版本 直至公立醫院去進行例行檢查的時候 才揭發了這件事 我家人也有吃這個新冠藥 總之他吃完之後就說 吃完農藥都沒有味 吃完藥之後連農藥都沒有味 還有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這些新冠藥物 不是每一間診所都有的 我是看醫生的時候 我特意上網查了 我知道慈雲山這間有新冠藥物 我才帶著媽媽一起去 例如其他我附近的樓下的 是沒有新冠藥物的 還有那時候我有新冠 我媽媽有新冠 但只有我媽媽有藥 可能因為太多人中招 藥物有限 所以有個建議 即診所建議 過了60歲或以上 你就可以有了 年輕人的話就不用了 你自己搞定了 就是這樣 所以這裡就是說 假設將來有人不幸中了新冠 記得留意一下 還有上網查一下 哪裏是有新冠藥物派的 不過當然 有沒有這些藥物都應該會好 不過就是有了這些藥物 感覺上會快點好 好了 下一則新聞 黃之鋒在2020年 在他自己的Facebook專頁 轉載了一條有關西灣可警員的 技術資料的連登鐵文連結 裡面有開槍警 以及他的妻女照片 並且寫了 我們老爸是殺人犯 由於黃之鋒轉法 亦違反了之前法庭所頒布的禁制令 和匿名令 黃之鋒被人告藐視法庭 最後被判三個月 除了要即時監禁之外 黃之鋒另外需要付五萬元的縱費 黃之鋒四五年前 會覺得自己很威風 又想那些什麼時代雜誌 可能以為自己這身人 就前途滿滿 那些什麼醫生律師都不在話下 自己將會成為香港極度富有的人權鬥士 但結果他就買錯鞭 最終成為了街下籌 其實這些人 無論你過到五年也好 我相信他都是 一身人就是監倉 法庭 然後兩個地方不停來回 即使將來有補色 他有假色的機會 也算是在家裡多坐一會 然後吃幾餐好東西 就準備又要進去坐 下一則新聞 一個休班警 涉嫌破壞上水店舖的閉路電視鏡頭被捕 被控一項刑事毀壞罪 案件在昨天在粉嶺法院再訊 法庭早前為被告索取了兩份精神科報告 他則說他適宜答辨 以及建議判他三個月的醫院令 其實我不是太想理會他最後要坐多久 我唯一在意的就是 一個明顯精神有問題的警員 他還是否適合做警察 他還是否適合駕炮 他就說休班失控 我不覺得上班是甚麼金菇咒 突然之間可以令到一個人有病便沒有病 所以這些人還適不適合做警察 真是希望有個交代 因為我尊重警察 但如果被一個有病的風子拿炮的話 那就另外一回事 下一則新聞 眼科名醫叫龐朝輝 和醫生叫陳彥晴兩年前接受本地媒體訪問 涉嫌宣傳冷鏡88的醫療中心積分計劃 最後被裁定違反註冊醫生的專業守則 之後被裁定兩項專業失當 要隨名一個月換刑三個月 基本上罰了等於沒有罰 下一則新聞 組織光誠者被指涉嫌策劃 在各大法院和海底隧道 打算放置炸彈 並且在事前的官堂和屯門法院一帶 視察周遭環境 六名中學生早前承認控罪 高等法院在昨天判了一個 21歲的被告要監禁五年零八個月 另外三個不足二十歲的被告被判入教導所 剩下兩名被告需要押後到九月二十七日再信 這些人做了棄子都沒有人理會 所以大家都只會笑 下一則新聞 黎智英還要在玩玩 根據司法網站紀錄 黎智英將會在下星期一 申請終止聆訊 黎智英仍然繼續在玩玩 因為在下星期一的時候 黎智英就說自己被人阻止請外國大狀迫害 所以要求終止聆訊 將會在下星期一的四點 法院就會就著他這項申請作出裁決 其實黎智英整天這樣 雖然我不懂法律 但我也會覺得他是不是在濫用司法程序 究竟有沒有阻止他不斷在玩玩 還是只要一個人有錢 他就可以無盡地玩下去呢 下一則新聞 有線電視在6月1日會告別觀眾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昨天提醒 有線電視本地收費用戶說 需要留意6月1日 例如月費豁免、按金等 究竟有線電視有沒有退足呢? 終於可以切到友善 下一則新聞 為了打擊壽茂萍區的非法賭博活動 以及賭協三合會的收入來源 壽茂萍的反三合會行動組 在昨天晚上6點 突擊搜查康寧道一個住宅單位 賭破了一個懷疑非法的麻雀賭檔 檢獲了兩張麻雀桌 然後四副麻雀和少量現金 七男女被拘捕了 下一則新聞 元朗的景區展開了特別的訴託行動 在昨天突擊搜查朗平路一個住宅單位 檢獲了180克市值11萬的非法賭物 同時也找到一批吸食和包裝的工具 最後45歲男和42歲澳門女子被拘捕了 下一則新聞 一隻狗女叫可樂 在昨天黃昏在銅鑼灣避風塘走室 狗主事後上載這隻狗狗的照片 希望市民可以找回一隻狗 但不幸的是 去到晚上7點 警方接獲司機報案 在東區走廊東行 發現一隻狗在路上行走 隨後有司機表示 9隻已經不幸被車撞斃 最後證實了 狗狗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 有時候這些慘慘慘慘 下一則新聞 一名遞屬水警北分區的當值警務人員 在前日2點在水警北分區發現 遺失警察委任證 呼籲市民見到 打999 或者交去附近警署 下一則新聞 灣仔地盤發生工業意外 一名男工人受傷 警方在昨天下午5點半接報 在尼律敦道17號 一個地盤 一個56歲姓吳的男工人 在工作期間遭到鐵通 擱中了 右手臂和屁股也擦傷 清醒送到律敦治醫院治理 現場可以見到 事發的位置是合和中心議期的上蓋工程地盤 下一則新聞 長沙灣發生了嚴重車禍 在前日深夜11點 一輛的士沿著長沙灣道 往旺角方向行駛 途經長沙灣道和昌華街交界時 修制不及 撞到一個正在過路的奴翁 79歲姓陳的的士司機 危險駕駛被捕 至於被撞的 就是一個70歲姓療的奴翁 這個奴翁 隨後在昨天下午52點58分 證實不治 所以為何的士司機 又要引入外奴這些 因為你看到 的士司機79歲 如果的士司機49歲的話 會不會反應得切 因為那零點幾秒 你真的撞得切車的話 是可以由重傷變成輕傷 甚至乎無傷 都絕對有可能的 總之 不過過馬路來說 我自己都知道 有很多人很喜歡打斜過馬路 通常不是在一些熟悉的地方 我不夠膽敢這樣做 去到一些我比較陌生 又或者沒有什麼去過的地方 通常的交通燈 我一定會跟足 但是有些我比較熟悉的地方 可能有時候 我自己都未必會跟足 總之大家就小心點 好了 下一則新聞 元朗警區的反三合會行動組 去打擊那些三合會的收入來源 在昨天下午4點 在元朗突擊搜查一個住宅大廈單位 倒破了一個懷疑非法的釣魚機場 警員以涉嫌管理這些場所 拘捕了一個48歲的非華裔男子 另外 裡面很多人都被捉了 總之 不要說經常上別人的鬥口玩 不要以為關門做些什麼 沒有人知道 其實警方也有很多情報 只差在做不做 下一則新聞 警方在昨天接獲一個29歲的男子報案 早前在網上上世界認識了一個男子 接著兩人發展成為網上情侶的關係 即是男和男 最後認識完之後 別人就跟她說 為投資加密貨幣 最後被人騙了55萬 這些新聞我都不知道怎麼說 總之又男和男 然後又要被人騙錢 好啦 下一則新聞 跟進新聞 之前跟大家說過 一個35歲的輕度智障女子 被人咸豬手 最後由女事主向丈夫揭發 然後就報警 最後 警方經過調查 在前天拘捕了一個37歲的本地男子 他獲准了保釋 需要在6月上旬向警方報道 據了解 被捕的男子 同樣是智力有點問題 好啦 下一則新聞 在昨天的上午11點21分 在長沙環的青山道和光昌街交界 發生了交通意外 一輛客貨車由青山道右轉去光昌街期間 撞到一個過路的女子 現場消息指 61歲姓廖的女傷者 頭部受創半昏迷 送往瑪嘉烈醫院搶救 至於姓歐陽的61歲男司機 在場協助調查 下一則新聞 在昨天早上8點04分 一輛的士在東沖的達東路行駛 駛到港鐵東沖站對開時 懷疑失漢地撞向路邊鐵欄 再剷上行人路 事件當中無人受傷 但的士多部剪了鎖在欄的單車 看到不少單車被人滾至變形 警方接報到場調查意外的成因 下一則新聞 在昨天 一個被譽為上水天王豪宅獨立屋 遭到爆竊 在昨天凌晨5點17分 姓陳的49歲女住戶報警 說59歲姓莫的丈夫 起床撈鼠鼠時 發現地下層、二樓和天台 有被手掠的痕跡 懷疑遭到賊人任屋爆竊 經過初步點算 損失了手錶、金器、鑽石和手袋 總值500萬 為何上水這個豪宅會叫做天王豪宅 因為黎明在零幾年的時候 自己也有買 大家都知道 黎明叫做天王 所以因為有黎明的名字 就無緣無故變成上水的天王豪宅 其實通常買得豪宅的人 就未必會經常住在這裏 因為是要到處去賺錢 結果很多時候 豪宅買了在這裏 都是只有擺字 結果 就令到很多人 有機可乘去爆竊 但相反 對於窮人的住宅 你不用想 你窮嘛 你每天都要回家 你不會有錢去便宜 去遊浮、去旅行 不會的 所以每個人都會住在家 所以對於那些賊來講 有錢人有機會不在家 就算爆竊 也沒有那麼容易被人抓 那些窮鬼 家裡又沒有錢 經常在家裡 怎麼爆竊 所以住獨立屋 你當過妒忌也好 酸也好 其實 這麼有錢 就比較容易被人老奈 下一則新聞 跟進新聞 昨天跟大家說過 在質魚沖公園 有野豬出沒 最後警員來到的時候 他懶惰 最後是不敵獸醫的麻醉槍 最後麻醉完之後 相關的工作人員 魚龍署人員 順利把豬豬抬走了 最後一則新聞 新界的反黑組 蓋了荃灣的麻醉賭檔 最後拘捕了主持 和14名男女賭客 拘捕了 最後需要在6月下旬 向警方報道 其實這些 一經被人抓到 最高可以罰款3萬 和監禁9個月 其實我不明白 為什麼仍然有那麼多人 那麼難玩 那麼喜歡日玩夜玩 好像玩小日都生癢 我自己是理解不到這種 上癮行為的表現 因為你不是說去賺錢 你是說 你去到你還很大機會 是把自己的錢輸出去 所以呢 總之我理解不到 我相信 今天我都會繼續在家裡錄影 我正在想 今天不如開一集 怎樣看 單純和大家聊聊天 和分享一下 我這個5月經歷了什麼 因為 總之這個5月 真是 錢銀那方面 暫時沒有問題 但其他方面 問題就大了 看看今天會不會開節目 又或者明天再說 總之我們待會再見 最主要是看看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新聞 好了 就這樣吧